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復刻 我們會繼續講古典時期出現 新的以差異為基礎的符號 剛才提到有能子和備子 簡單來說 能子和所有其實是索瑞爾的東西嗎 結構原學 沒錯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讀過 我簡單說詞和物之間 因為物和物之間都要用詞去連繫 但問題是剛才我們看的四種 我們全部都是一個物和另一個物 中間我們透過符號把它連在一起 但很有趣 物和物之間 一個是能子 一個是鎖子 鼻大就是能子 鎖子就是陽具大 中間我連在一起 中間的連在一起就是那些索瑞爾 不過很特別的 當去到古典時代的時間 classical age的時間 這個東西就再沒有了 只剩下能子和所子 甚麼是能子和所子呢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科學做知識的方法 就是完全是這樣 我們利用一種傳統代碼的方式 我們利用一種傳統代碼的方式 大家如果讀過化學 知道 舉個例 讀過化學 就知道 如果將納NA 即是這個鎖子 加進去水 就會出甚麼呢 就會出氫氣 還有鎖子和鎖子 即是一些鎖性液體 一些鎖 那條方式就是 NA加H2O 出NaOH 加這個 中學的化學 中學的化學 好了 如果那個NA是代表藍 這個H2O代表水 這個NaOH代表鎖 這個H2O代表氫氣的話 其實你試試想想 你把所有的符號換掉 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你隨時可以代碼的 完全可以代碼代碼 所以現在是符號本身 指向了那個物 直接指向那個物 而沒有了物和物之間的連結 就是在福柯來說 當然 如果要繼續深入 從一個哲學的角度去想 是一個好心的 要去到現象學層次 那我不大概去講 我想大家從日常生活 去理解一下 你們現在讀的 所有的科學知識的方法 無論是物理 無論是生物 或者化學 或者經濟學 種種 為何我們將 譬如將人的行為 放到一些代碼上 譬如在經濟學裏面 等等 到底它裏面 我們跟我們古代 我們自己中國的知識 有甚麼的分別呢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而福柯正正表示在文藝復興 到了經典時代 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 整個的知識形 是由剛才的前者 即是符號的相似性 變成後者 符號的差異性 即是否即是 現在在西方的古典時期之前 其實那個符號 是由蜜和蜜之間的 的關係去建立 所以當你說一個符號 運用一個符號的時候 就馬上進入了蜜和蜜之間的體系 簡單來說就是把蜜全部用代碼編號 簡單來說就是用了一些編號給他們 這是現代開始 西方古典之前 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用第二章的方法 就是相似性 其實是人的意識 直接進入蜜的關係 這是西方古典之前的意識 或者知識形 而西方古典Fucord認為 其實新的差異符號 就是那個符號本身並不屬於蜜的世界 它只是屬於一種科學的體系 或者是科學的符號體系 它本身是一個純粹的符號 是否可以這樣說是一個純粹的符號 它是符號 標記 或者標記 一個標記 或者很簡單地說 它的符號根本不需要跟物有相似性 我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在簡體字和繁體字就很清楚 我們的繁體字 我們原本的繁體字 我們香港用的繁體字 大量如果我們中學的時候讀過 我們做字的方法是甚麼 形聲指示 意會等等 最後才用形聲 種種種 其實是甚麼 全部是相似性 我們看簡體字 簡體字就不是 裡面涉及很多 那種簡易的造字都是用形聲的 有甚麼不同呢 大家看看體育的體字 有骨 有肉 是嗎 體育的體字 繁體 但是簡體 你看不到有甚麼 跟原本的異象的關係 即是體字是骨字邊的 旁邊有肉 然後旁邊有肉 肉是一個肉 代表肉的字 即是骨骨文明的關係 有形象 其實我理解 其實符歌指 在西方古典時期出現的 新的知識型 它其實是將人帶來 離開了物和物之間的關係 有相似性 它就將人帶到一個標記 標記 或者純粹一個符號的世界裏 但你不挑戰了一個問題 西方人由頭到尾都是拼音字竅 那為甚麼會是這樣 那為甚麼會是這樣 福安部有說 他怎樣解釋 因為其實他裏面說 因為以前他們去做這個知識的時候 即是在經典時代 即是在經典時代 不是經典時代 在文藝復興的時間 或者之前的時間 用相似性 剛才說 基本上他們會從這個 Etymology 字元學 開始的 雖然我們從那個字 是理解不到他原本的意象 即是英文 拉丁文 法文 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是理解不到的 不過他們做知識的時間 是會從字根開始的 那你就可以由一個故事 那個字的故事 那個字的來源 另外就是語意學 Syntax 你可以理解回字和字之間的關係 即他們以前做科學 你想想 現在我們做科學的研究 我們誰會理那個字元學 我記得以前我讀這個科學的時候 為什麼Copper是CU 即那個標記 這個Iron是FE 因為那些是拉丁文 老師永遠不解 不解 為什麼解 我們就是死記 死記了它 這個就是一種代難的方法 即那個符號和那個物 是完全沒有一個關係 關係完全割離 所以你隨便代一些東西 其實Foucault說了 在第三章說了 這兩種西方的知識形的分別 其實他最終想說些什麼 是的 我們首先選了這個第二第三章 開頭給大家 可以閱讀的時候容易一點 其實之後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回到第一章裡面 講畫的時間 為什麼一開始講一幅畫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不過我一開始 在這本書裡講一幅畫 你做什麼 其實這幅畫 其實這幅畫是講的主體性 很有趣 講詞和蜜 關主體性什麼事 其實他講的 我們的主體性 是要透過知識去建立的 意思是 當我們的知識 如果在某一個知識形裡 建立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自己 看別人 對象 無論是對象 和自己 都是完全會被那樣東西 shake 即是被那樣東西塑造 即是我們現在被知識形 即是福哥認為我們被這個知識形 塑造了或者框架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成本上是 因為很簡單 如果不是 為什麼 我說給你一塊錢 你給了一層樓 我說收了一層樓 就是完全合理 合法 是不是 那還不是這個方法嗎 所以為什麼在這本書的最後 要說 其實人 如果理解到歷史的話 你理解人這個方向 其實可以沙 一下就可以抹掉 即是當你在一個舊的知識形 轉去新的知識形的時候 即是舊的存在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可以隨時抹掉 即是一夜就 可以沙地抹掉 是的 根本不是必然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繼續說這種 即是人好像沙地 一夜抹去的存在